好 确诊者死亡24小时之内火化的争议持续延烧 国民党团建议能不能够比照新加坡开放家属守灵三天呢 不过陈时中马上回应说有困难度 现在外界炮轰 这是冷血傲慢 更多内容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记者林晨佑 国会大现场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立委吴怡丁来到了现场 大家好 是 委员我们继续来看24小时的火化之乱 这已经烧了这么多天 大家都在帮陈时中找台阶下 因为大家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然后昨天国民党团就有呼吁 是不是台湾能够比照新加坡 让确诊者死亡之后的死者 能够守灵三天 但陈时中马上的回应就是说 有难度 而且需求低 还要请内政部评估 我们就很想问就是陈时中 真的有在想要做这件事情吗 还是他完全失去了感知人民痛苦的能力了呢 我觉得他真的是坐在那个位置 做太久了 他已经跟人的感情已经离得很远了 那需求低我想他只是针对台北市 也就是他的未来的选票 他觉得需求低 那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可笑 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 WHO已经发出了指引 他们认为 就一般人认为这样子的传染病 应该要尽快的火化 来防止传染病的散播 但是WHO也显得很明白了 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样子的必要 而且他们也讲了 应该尊重使者以及他的家属 对于往生 他的仪式 他们的心理上的需求 他们认为是更重要的 更可笑的是 我们现在如果一个人确诊了 他的家人是怎样 是不是可以零加七啊 是不是可以快晒阴性 就出去工作了 如果说一个确诊 一个活生生会呼吸 会飞沫传染的 的一个确诊者 他的家人都可以零加七 出门去工作 为什么我们不能想一些办法 让这些往生者的家人 能够陪他们的家人 走最后一段路 所以 陈时中 如果你要去选举 麻烦赶快去 站在这个位置 帮不了人民就算了 真的是制造出更多的乱财 是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 就是把会传染这件事情 无限的放大 无限的上纲 然后刚刚委员有特别提到 因为昨天在谈到说 台湾有不要比较 新加坡守灵三天 陈时中第一个回应是 台北的需求相对较低 所以他是用台北的视角 来看待全台湾吗 他的眼光现在就只局限在台北了吗 而且传出指挥中心要在六月底解散 就是要帮助陈时中能够华丽转身吗 陈时中讲的这些话 这些政策是不是都是在政治防疫 这真的是很政治防疫 因为陈时中不是一直告诉大家 我们要共存共存吗 如果共存的话 怎么会这么的害怕传染 那如果要共存的话 我就举了例了 确诊者的家人都可以临家期出去工作 这些竟然不能送他最后一礼路 那陈时中这么在意台北市民 这么想要赶快他的竞选的话 我们是鼓励他 尽快好不好 真的不用等到六月底了 也不用再练战指挥官这个位置 对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宝贵时间 谢谢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整个的火化之乱 陈时中对于火化的时间点 是一再的改口 他到底有没有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 我们在看到过去儿童疫苗接种站 那么这个开放了之后 打气低迷 所以当时台北市长柯文哲就扬言 应该要把儿童疫苗的接种站 把它关掉 但是陈时中那时候怎么回 他就说多一个人打 就是多一个人方便 就能够造福市民 换句话说 就是因为儿童疫苗接种站有需求 所以他觉得这个接种站 必须要继续的开着 回过头来 我们这一次的火化之乱 现在全台湾已经有3000多个人 因为疫情染疫身亡 所以这3000多个家庭 难道没有家庭 想要好好的帮自己的亲友 送到最后一程吗 好好的善终吗 这个需求不就已经在这里了吗 但是陈时中却说需求很低 然后有困难度 还要请内政部评估 这一拖再拖 他真的有想要帮忙 来解决火化之乱这个问题吗 怪不得陈时中会被说 你就是一个只会卖弄话术的政客 如果你要选举 请你赶快去选举 把这攸关全国人民健康的指挥官权力 赶快放出来 也这样是我们这一节的国会大现场 我们把全镜头交还给棚内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屏数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